嗨 新浪的朋友 你们好 我是陈一连 也听说您最近这一段时间终于在做慈善 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现在在做的是哪方面的关于慈善的工作 最近的慈善比较单一一点 以前的慈善比较多元化 我什么慈善都做 尤其是帮很多不同的宗教 最近我就跑到国内 从2008年四村大地震的时候 我就跑到国内 跑山区 就看看哪一些家里比较贫穷的人需要我帮助的 我就去帮他 后来我想一想 为什么这么多小孩子 十几岁的小女孩子都不念书了 就跑到外面做服务生 在那个时候我就想一想 那为什么我不干脆跑到那些山区里面 先找到那些女孩子 就找到我身边 就跟着我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找我自己的学徒 那个学徒是怎么呢 就是我真的能够 我一毛钱都不收他 就是一毛钱都不收的 我还会看见他有进步的话 我还会付他工资的 那个时候我就想一想 我除了帮助那个女孩子的前途 我还可以帮助他家人 那个财是叫做扶贫 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单一的帮了那个女孩子 对 女孩子能够改善他的生活 改善他的前途 可是他家人怎么办呢 他家人也缺了一对手 因为他跑出来跟着我做事了嘛 跟着我学习了嘛 其实那些比较穷的家也需要一个人 多一个人来赚钱给他们家 可是如果把那个小孩子带走了 那他家里就缺一对手 所以那个时候我再想一想 我真的要做着扶贫 一定要把那个女孩子帮了 帮助他 也要帮助他家人 所以我就有那个想法 您帮助女孩子同时也帮助他家人的这个办法是什么的 我就是如果我看见那个女孩子 他有进步的话 我把那个钱给他的工资 我直接叫他家人手里 我一毛钱都不会过那个女孩子手中的 因为那个女孩子跟着我 根本就一毛钱都不用花的 那其实有的时候一些比较大伙认为 比较习惯的一个特战的做法 比如说这孩子没有钱念书 那就给他钱让他去上学 但您认为这个做法实际上不是这样 是吧 其实那个我现在一直都在做的 把那个学费交到那个学生的手里 我还做了什么呢 物资啊 学费啊 就把那个钱都交给那个学生 后来我想一想 其实因为我做了很久了 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有很多小孩子拿了那些钱的时候 他没有努力去念书的 他都不是不达到我的目的了吗 那后来我想一想 为什么我不直接一点 把那个小孩子带着我身边来教他呢 那您的教他什么呢 什么都教 就是 因为那些小孩子有很多 他们不是不想念书 也不是不爱念书 只是他们不不喜欢念一些普通一般的学校 就是一般正统的学校 什么初中 七中三 然后高中 那些对他们来说 因为我也跟他们聊过 我才知道他们的情况嘛 他们说一般的学校 他们说 其实给他们学了之后 能够应用在社会上的很少 所以他们就有他们自己一套的看法 其实我也是这一种人 我是什么呢 就是 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些人家传统的东西呢 为什么你说那个是传统的 那个是社会上认同的才可以做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少数的人 呃 出现这么多特异功能的人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不认同嘛 所以我 我就是有很多时候 我都是不走那些比较大众的做法的 这个就是陈玉莲一般的做法 那是不是也说您 您对现在的所谓的教育也不是非常的信任 现在的教育制度 比如让孩子上大学 上高中那种 不是不顺应 那个是两回事 我只是想 嗯 能够在社会上面能够应用的 有多少呢 其实是那个目的 我当然是不排除有很多人是能够 学了东西之后能够应用上的 也有很多人 可是有很多人真的应用不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对那些书本 根本没有那个兴趣 那为什么应要他来学习呢 尤其那些念完初中山的那些小 那些小孩子 念完初中山出来就打工 其实跟没念书 一模一样 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 跟何方念完初中山 那就是说您选这些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我有一个标准是蛮高的 就一定要漂亮 漂亮的程度一定是我 适合我的 挂着脸型啊 白脸透红啊 还有就是身材一定要好 好的意思一定要像个女人 锋芒的 我不太喜欢现在好像做model那些 我不太喜欢的 因为太瘦了 因为跟着我一起生活的 不是艰苦 也不是辛苦 可是一定要吃苦 吃苦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努力 努力学习的 那他们生活的环境是什么呀 生活环境跟我一模一样啊 就是那您能不能简单的就是 介绍一下他们每天的学习也好啊 生活也好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比如住在什么地方 然后每天学什么 这样 状态很好 住的地方也很好 吃的地方也很好 见的人也很好 是他们应该是 在他们一生里面没可能会碰见的事情 都发生在他们身上 那您选的这些孩子是不是都是农村的孩子啊 也有城市里面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城市里面有很多真正的穷人 我碰过真是有一些 就好像我现在带的有一个 他都是住在城市里面的 其实在农村里面 他们这么穷 也有一块地 能种田 能种菜 可是在城市里面 他们都是拿那个 我在国内都知道 他们拿那个是低宝 低宝只有几百块 可是他家里不只有他一个女儿 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还有爸爸妈妈 低宝只能生存呢 结果他妈妈就住一个房子 呃 住在一个公寓里面 就看 班人在看公寓 然后公寓呢 就给他住一个地方 就住在楼梯下面 那个三角形的那个 嗯 那个楼梯底下面 就只能有一张床 那张床是谁住呢 就是他妈妈 就 除了他妈妈 就还有他的一个 呃 呃 呃 跟他不是同一个爸爸的小弟弟 都还有他的手术 结果那个女孩子呢 她每 她是住在学校的嘛 结果她在学校 每个星期放假的时候 她都不愿意回家 啊 为什么 她们根本连一个能睡的地方都没有 那什么样 就是跟着您的那些小女孩 现在多少钱 我现在只找了两个 啊 也不是太适合我 可是因为 实实在跟我的那方面是有很多多元化的 嗯 因为其实我想找一个接班人嘛 接什么班呢 接我做慈善的那一方面 因为我六月份 因为我三月份已经出来了 离开香港 到现在都没有回过香港 我一边走的时候 其实在六月份 七月份的时候 在啊 四川就跑 爬那些大山 那些大山有很多都是要 我们连续爬了四天嘛 十天都不同山的 每一天爬那个山都要爬三个小时 那那个时候我就想一想 其实那些山 在往后啊 都不是不适合我们跑的了 所以我就想 赶快找一些小女孩来接我的班 就做慈善这一方面 她们就跑山 我就做一些比较轻松的慈善 管理啊 还有就是面对人啊 嗯 怎样接苏 找人来 嗯 呃 给我们去做那个慈善的对象啊 那些都是我要做的事情 那其他真的要劳动的那些 都是给他的小朋友做 那您计划要找多少人呢 没计划 我们从来都是没有计划的计划 所以一跑出来就跑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您就是说现在就有两个人在你身边 那比如说是不是平时也会见到好多 有人像给您推荐的一些小女孩 去见去跟他们交通 有 有很多 其实我来了北京之后 陆陆处处都有在成都 内蒙古 因为那些地方我都去了 内蒙古那边还有成都 成都就是四川那边 那个小女孩有个十二十三岁 她们到现在常常经常打电话给我 要不要发短信给我 她们都叫我 那些都是小 那些大学生介绍给我的 她们都问我什么时候能再去那个地方 接她们跟着我 有一些妈妈打电话给我 她说陈小姐 我女儿不要工资了 你就把她带在身边 等她有一个好的生活 就这么简单 那您做这方面工作的资金是从哪来的 我以前拍戏的钱 以前拍戏的钱 还有就是因为我跟我家人都是有餐厅在上海的 还有就是我有一些 我有一个师傅 人家说的老师 是我老师最大力在后面支持我的 还有一些我们自愿子 就是我师傅上面的那些学生 他们有钱的就出钱 有利的就出利 我的资金都是从这个途径来的 我们从来没有捐款 也没有什么其商机扣 什么都没有 都是钱都是我们自己拿出来的 那就是自愿子做法会不会感觉有一些不正规 不正规 哪一方面不正规 比如说就是因为它其实有好多自愿机构 是有比较有组织嘛 和组织的包括工作人也好 包括其实做自愿可能在这个 在这个账目上面 是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人来管理的嘛 那您其实更多感觉是凭自己的这个热情嘛 热情在做 那会不会就是想以后会把这个东西再往这个 更加专业化正规化规模化的方向来发展 所以一般人呢就常常就给一些 所谓的规矩啊 所谓的传统啊 所谓的什么政府的宽宽呢 都给它已经宽起来了 陈玉莲呢就是陈玉莲就是陈玉莲嘛 那为什么永远要给一些规矩啊 宽宽啊把它捞起来呢 所以我是不会在 所以为什么找那些学生都是找一些 他们都不喜欢在一些 一般正统学校里面念书的小孩子 就是这个原因 我常跟那些人说不要唱高调 哪一个人不喜欢看漂亮的女孩子 哪一个不喜欢看漂亮的东西 你一天二十小时都要跟着他一起生活的嘛 哪有人喜欢都是好像我现在 其实我还继续在做那些残战人士啊 之战人士的义务工作嘛 那为什么我还要带一个残战人士回家呢 那个是很实在的事 也是不要唱高调的事嘛 那他们跟您 您是希望就是来接您的班 就一直跟着您吗 还是希望他们 跟您学到一些东西之后 一定发展之后 就离开您 去自己去做一些事 为什么训练一个人出来 要给人家用呢 我这好像一个以前 以前古老的人一样 我希望能够好上一个师傅 带着一个徒弟一样 那您所做这个不算的工作 是不是也受到了您的这个师傅的一些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他 那您能不能简单跟我说一下 他在哪方面 给您的比较大的启发 来做这个事 我常常看见我师傅 常常出钱出力 去办人家医病 买药 不收钱的 无论那个人有多穷 无论一个人是 他老人家 他每次看见他都买很多药 然后看什么病他都不收费 所以还有他是付出那个爱心 比我现在那个还大 所以是他启发的我 还有他是支持我最大的一个人 您那时候是一个 其实比较高调的 高调 低调可是成就蛮高的人 是谁啊 没有人认识他的 比较低调的人 那就是说 从您90年代左右 就离开一个关系 然后其实今天也就是去的 拍的一些 客串的一些戏 电视剧也好电影 那您这段时间 主要做的是什么 都是池上为主 那客串这个戏的原因 是好像是 您也说过 是为了 因为好多人 不太认识 您也希望通过这个方法 然后再让他们 来对您有必要 那怎么解释 是的 那个时候 我自己在来国内 做那个池上铺路的 因为十几年没拍过戏了嘛 有很多人 根本不认识我了 尤其山区里面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出路啊 所以就是有很多 国内的朋友就说 找全媒 尤其是报纸 他说报纸 如果那些 尤其山区里面的人 一看那报纸 哎呀 那个人是真的 他们用真人来形容那个人的 那他们就相信我 所以我就偶尔会 就会客串一点戏啊 偶尔拍一个电视剧啊 就是这么一回事 也好玩嘛 因为这么久没出来了 碰见一个好玩的剧本 也玩一玩也不碍事嘛 那像您以前的一些好朋友 比如像周润发也好 像刘德华也好 他们知道您正在做这个工作吗 刘德华 没有跟他联系过 刘德华有朋友 就会跟他讲 嗯嗯嗯嗯 他们对这个事 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嗯 不知道 他们从来没说 啊 因为我也知道 他们都是从事这个 这个慈善的满 满多方面的嘛 啊 所以 我都没问过他吧 他也没说过什么 嗯 那会与 他们有合作吗 比如说在这个慈善 这个方面 我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 那他们现在的 拍的作品什么的 电影什么的 你还会看吗 比如最近正在演 这个《让子弹飞》 就是周润发主演的吗 没有 你会去观众人吗 只是看过 现在在国内看着 那个是在公车站上面 看着那些图片 其他都不知道 你会去影院去看吗 我很久没去过 戏院看戏了